涨到天邊的股票不要追 那麼接下來的主流一定要來做關注 我們可以看到說 現在整個肥美育團市場相關的這些事例 他們現在有量的都是在金幣200萬 因為他是最先進的 但是呢 他也是最貴的 剛才今年的營收肯定後6.6兆 我認為可能起燒這回憶 那如果你用這樣子下去算 再去顧他的一個意思 我認為應該 投資找機會裡才要享久 歡迎收看本週的投資7加9 那麼本週的節目呢 不跟你聊CPO 你一定會覺得 為什麼 他不是當下的主流中的主流嗎 沒有錯 但是漲到天邊的股票你敢買嗎 漲到天邊的股票不要追 那麼接下來的主流一定要來做關注 先幫我們節目按讚 趕快邀請我們今天的來賓 台股攻略的劉寵德 鄭大叔大叔好 北方妹妹好 各位投資朋友們大家好 最近股市呢 剛聊到了CPO真的是一枝獨臭 族群裡面 他是族群裡面 各股市輪動輪漲 所以在講完了換另外一枝這樣 那麼股價這麼的標 可是你攤開這些的財報數據 老師他們沒有賺錢耶 沒有賺錢還這麼的標耶 每一枝都漲了好幾倍喔 買預期嘛 買個夢嗎 肯定是這樣 股市本來就是這樣 買預期賣事實嘛 好 但是BUT 我們今天要聊了這個族群就不一樣了 不但是有實質的營收獲利 還有很大的想像空間 未來真的這個想像空間的無限大喔 之前是指紋樓梯想不見人下囉 那麼現在不一樣了 來炒了一年的GB200 終於第四季要試出囉 真的試出來要順利出貨了 老師到底背後的商機有多大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部分 H100和B200對不對 這個應該是就型號吧 基本上喔 也就是說這個BlackWare 這個GB200 這個晶片 基本上呢 它的這個推論的速度 是H100的30倍 是 另外它的這個效能的這個部分提升 是B200的25倍 好 另外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你看H100和B200 它跟GB200來比 它不是一個整櫃 對不對 那GB200它是一個整櫃 裡面包含什麼 包含CPU 包含GPU 然後呢 包含整個所有的NVLink相關的 所有的元件通在裡面 然後它就是一個整櫃的伺服器的嘛 所以說 基本上我們可以看到說 現在整個北美雲端市場 相關的這些CSP 它們現在主要通通都是在GB200 因為它是最先進的 是 但是呢 它也是最貴人 售價的部分 剛剛看到了 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說是NVL3 用這個型號 基本上它就要到180萬 還必嗎 美金 美金 是美金 對 那如果說是NVLink的72呢 300萬 哇 目前來講大部分是NVL36 大概差不多有5萬台 是 然後NVL72差不多是1萬台 可是事實上後面好像這個部分又有做新的調整 就我知道的啊 就我知道也就是說 現在目前 因為 因為現在目前如果你現在新的訂單下單 嗯 對不起 它要到2025年的年底才能叫貨 你就知道說這個是多麼競爭多麼強 是 功不應求 GP200雖然只是在年底小量出貨 現在它的高單價的確是嚇死寶寶耶 我們剛聊到了H 它是H100的10倍售價 是的 是美金 那麼是B200的價格的6倍 是的 雖然是小量出貨 但是這樣子的價格 的確是能夠帶給它的相關供應鏈 會有不小的一筆收益 肯定啊 好 那既然聊到了收到了GP200的供應鏈 一定要問最懂這檔股票的那個男人 就是久大叔 好 我都不敢這樣講 我真的不敢這樣講 我們直接想到就是鴻海啊 對不對 鴻海的每個轉折點 大叔都幫你精準掌握到一波的檔式 相信您也都賺到了 運氣好運氣好 那大叔我真的想問一下 有GP200供應鏈的這個稱號 這樣這麼大的光環裡面 對 那鴻海的歷史價234.5有機會嗎 我直接破題問了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鴻海將會是全球第一個 第一個 因為劉200自己講了 第一個出貨GP200的這個AI制服機的供應商 所以最先收回一定就它 嗯 好吧 非常莫屬了 市場的比重占多少 60% 哇很高 非常高啊 所以你就知道說這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那另外的話也就是說 時機點 那個時間點 11月份開始大量生產GP200伺服器 那機櫃和相關藝人等系統 預計12月都會開始交貨 那本身來講的話 整櫃的組裝這個部分來講 它的訂單需求 NVL72需求和是大於NVL936的部分 嗯 那出固定單量的話 欸變成是5萬貴 是 所以你就知道說 欸這個紅海吸收到錢 是啊 撿到槍了 那當然是不是啦 其實這個是 這個就是一個資訊 但我們大家結局資訊之後 我們自己要稍微內化 然後吸收之後 然後我們自己來看 整個股價走勢結構 是不是這樣的發展 剛剛平化妹妹 你說這個高點位置 對啊這個高點 那這個時間會回檔 主要是因為國際股市的問題 是 那再加上日本央行升息 所以說相關的問題 然後股價一路回回到160 嗯 台信店也跟著回啊 有 對啊 那這邊回了之後呢 我們現在看到的股價 這個時候我們把它放大來看 放大看 你可以看到說 從這個位置開始 欸又開始出現什麼 低不過前低 是 高呢怎麼樣 過前高 有 所以整個股價走勢 又開始轉回來 然後這一波的上漲過程 我們也可以看到外資開始怎麼樣 欸也開始回來買了嘛 所以你說它會不會過234.5 如果這個時間 我們用估值的角度算 剛剛我們有特別去提到嘛 鴻海公布第三季的營收 然後本身它現在的營收 累計到前三季已經是4兆多 第四季一定是它的最重要的一季嘛 那所以說它前面2021 2022 2023 基本上大概差不多是6.6兆 6.1兆 這樣的一個營收 所以整個來算的話 鴻海今年的營收肯定過6.6兆 我認為可能7兆多會有 那如果你用這樣子下去算 再去估它的EPS 我認為應該 11塊半 這個 甚至可能有機會高 那你用這個角度去算 你如果說你是用成長股 你估下來的話 你就不會是用什麼18倍20倍 你可能會用比較高的 更高的 評價它 那這個時候 你說234.5 要不要過 肯定要過嘛 喔 答案呼之欲出了 我們來看 從這個低點的位置 低點 低點 低點的沿線 它是不是一條上升區之間 是嘛對不對 那我們都先不要畫這個大的上升通道 這樣好嗎 我們先畫小的這個上升通道 短期間這邊有一個小的上升通道 這邊是突破嘛 對 那我自己台5公路 我有特別講這個位置的重要性 是 那它果然是突破了嘛 有 所以這個位置是哪裡 楞霸 楞霸空 那200現在突破了之後 它只要站穩 200就變成是台積電現在的地板 原來這邊是第一個 短期的上升通道 短線的一個天花板 因為它是一個短壓 但是它被突破了 那突破之後 你就知道說這邊往上站穩之後 還有這麼大的空間 那你隨便畫234.5 難道不用過嗎 肯定要過的嘛 所以我是這樣看的好嗎 是 產業基本面是 然後技術面 我用畫線定價呈現出來 也確實是 200就是 紅海的一個頭卡 是的 好 那聊了這麼多 除了呢 組裝代工廠之外 我們知道輝達的GV200 它是第一次是導入水冷式的一個散熱系統 對的 所以頭髮好被瞞 相關的供應鏈 你是不是要關注呢 當然要關注囉 相關的散熱族群 是否也應該要來一起來做流應呢 這個時候 其實三家公司 一家是旗紅 一家是雙紅 那旗紅和雙紅 本身它都是在 液冷散熱這個部分 是比較 比較磚 金磚的這個部分 我們看旗紅 其實現階段 如果說我們只畫一個短旗的 我們畫一個短旗的 旗紅它是在這個位置上 因為這邊是最高點 這邊是次高點 那從這個點 去確認說後面的低點沒有高過它 所以說這個是一個趨勢 反轉的確認點 是 那我們從這個點呢 我用白色來畫趨勢線 那這個趨勢線呢 它就是一個下降趨勢線 也就是說從這個位置上 第一 這個高不過前高嘛 對不對 但是它這邊 一定沒有破前提 沒錯 所以這個地方 它有那個反轉的跡象 那我們先看這個部分 它是很重要的一個 在這個位置上突破 然後這邊就開始往上攻擊 所以短線上 你可以從這裡 你把它看成 這個叫做是一個雙底 對不對 那如果說雙底的話 頸線的位置在哪裡呢 頸線位置就在這 所以你看到說 旗紅 它在這邊突破下降趨勢線之後 第一根紅可以先頂到這 那這個位置上就是雙底的 頸線的位置 然後呢 它拉回 拉回回側哪裡 回側這個位置 那這邊確定 手穩了之後 它就開始幹嘛 往上做攻擊了 所以這邊就上去 那這裡是頸線 雙底頸線突破之後 當然是底部到頸線 往上延伸一倍的空間 所以其同短線上 它一定會去挑戰前高 這個絕對沒有問題 沒錯 這個是短線 這個時間點我們看第四季 是 齊鴻的表現 這樣好嗎 那如果說 我們再去抓一個比較大長線的 那我們就可以這樣看 我用黃色線來畫 這邊它就是一個長期的上升趨勢線 是 這就是一個長期的上升通道 那你就知道說 這邊上去的空間有多少 是的 那這個就是從現在開始一直延伸延伸延伸 幾個重要的關鍵位置 現在先看前高 前高過了 再往上看這個通道的上方 是 那一段的操作空間 哇 光看這一段這個100塊錢的價值 會覺得比起比我好 感覺好像是 馬上 你是不是要變新了 我好像要變新了 好吧 這樣子感覺起來 真的耶 而且G200這個後面的商機 的確是相當的 聽我這樣講應該很有Feel吧 很有Feel 而且拿出來的成績單是有的 是 是有獲利有券錢 確實真的是有 到底是CPU 還是接下來的 水冷式散熱的部分呢 投票投票表決 留言告訴我 留言給我們囉 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也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節目節目再次感謝九大叔 謝謝謝謝品嘩 投資機加酒 下週見囉 拜拜 請多多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華觀投庫 111今晚投庫新制第015號